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Fell 今天我就是在拍我的新歌MV 我的新歌名字叫半知名 半知名是說什麼呢 半知名是說你生活到現在 你只知道你暫時半條人命是去到哪裡 如下下來的決定就掌握在你手中 這首歌是說命運與選擇 我見到身邊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因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 覺得自己輸在起跑線 無論大家的天賦背景是怎樣也好 可能有些人出生有錢一點 可能有些窮一點 有些漂亮一點 有些沒那麼漂亮 這些是你擁有的手牌 但其實你依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抉擇 去活出來的下半生 我覺得你的命不是天全部決定了 你自己也有一個主導權 究竟你要活出一個怎樣的人生 其實寫這首歌的靈感很有趣 是平時有上網去看一些互動式的電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它會有幾個選擇給你選擇 就是A B C D 你選擇了那個選擇 就會影響你下一個選擇 我玩完這個之後 我就很有啟發 覺得其實人生都是跟這個電影一樣的 你選擇了每一個決定 其實你都會影響下一個決定 就是好像一個 是不是叫蝴蝶效應 我覺得我人生所有的東西 都是蝴蝶效應 就是這樣說 我不看那套互動式微電影 我就不會有這首歌 我不會有這首歌 我就不會有將來的事發生 我覺得每一件事 在人生中都是一個蝴蝶效應 這首歌的作曲部分 就是我跟Johnal一起去完成 詞的部分 就是我和方浩權一起去完成的 方浩權就是之前都跟我合作過很多次 還有在這個全民造星的比賽裡面 那首A5110 其實都是他寫的那個chorus 所以其實都合作得很開心 其實我們那個 大家都知道大家的音樂風格 還有那個詞的風格 為什麼會用這首曲風 其實會歸類為 都是EDM 就是有些dubstep這樣玩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平時聽歌 我聽很多很多不同的類型 我很喜歡聽一些house music dance electronic 那些 所以我就覺得很想結合這個 Rap的元素 EDM裡面 我覺得Straise其他成員的solo 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各自都是完全不同style 就是我們全部都不會撞 這樣才可以組成團 我們說明是Straise 那麼流浪 當然是比較free flow 我覺得是 我們都是跟隨自己喜愛的風格 各自喜歡的風格去做 我覺得大家都是各自努力的 各有各 發光 這樣 因為這首曲風不是超級 popular 所以我做了一個 popular version 給大家 這個版本其實是一個隱藏版 這個到時要看我這首歌的微電影 就有機會可以解鎖到 以我剛才所說 有這個靈感 都是來自於我看一個電影 可以選擇不同的選擇 我正正看完之後 就有很多靈感 我想拍一個類似這個類型的電影 就可以讓你選擇 我究竟 可以怎樣走我的下一步 其實這個MV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 它有一個道具 就是一道門 這道門 怎麼可以呢 把它發揮得臨利盡致呢 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 就要看MV 就是去揭曉了 剛才拍了這麼多場景 我自己最深刻 其實是在天台上拍 為什麼 因為呢 其實我也是有某程度上的畏高 剛才的天台 旁邊是沒有欄杆的 那些 其實呢 四面都好像可以跳下去 其實我最緊張 不是我自己會跌下去 我是看到CAMMAN 他幫我拍照的時候 拿著CAM 但他還要背著那個懸崖 就這樣走得很快 其實我的心是跳得很快 很快 然後我那一部分 其實我還未能夠 很投入 因為坦白說 真的很害怕它跌下去 所以我那一部分 拍拍一下 都有一些線口 喂 喂 小心一點 那些 真的很害怕 那拍完這個MV 其實我最喜歡的地方 是用魚眼去Rap 因為我覺得 用魚眼Rap 那件事呢 感覺很新穎 我覺得 看上去好像很有Energy 而且因為呢 你拍的那個Rap 要帶著一塊的胸帶 然後背著有個相機 那不知道為什麼呢 用那個拍的時候呢 他很跟著我的動感 走到的動感 他都會跟著我的走路 一直 滑 我不知道怎麼說 然後拍出來呢 就很棒 那件事 造型上呢 我是超超超喜歡 因為很帥的 因為很帥 這麼多條鞭邊 所以我覺得 幫我化妝設定 我妹妹是很厲害 還有這個造型 我也很喜歡 幫我設計這個造型 的造型師 其實之前呢 是我上一首歌 Come To Me 都已經合作過了 其實我也很喜歡 他的Style 比較了一點點Dark 但是有一點點不羈 為什麼這麼遲才出第一首Solo 是因為 之前 未籌備到足夠的資金 所以就一直都停滯不前 那接下來我有什麼打算 除了出這首歌之外 還有一個微電影會 Follow up 這樣出 那接下來 下一次我就想試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Wishes 我是比較少嘗試 其實我是試這個Lo-Fi Wishes 跟我現在 一直做的Core 4 其實都是很不同的 因為我最近 做的通常都是EDM Rap 比較多 那突然之間跳去一個 嘩 超級柔情的阿Fell 不知道會不會嚇到自己 如果大家還沒去看我半知名的MV 就可以去我的YouTube Channel看 大家好 我是阿Fell Bye Bye